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在政大新闻系 基本上我的职责范围是新闻史 今天这个跟大家切磋的 这个题目不叫做新闻史 叫做大宗传播与台湾社会变迁 这个是这个广内基金董事长 他如果这样的题目比较能够号召人 因为大家不想当学生 其实那个 换汤不换药 因为历史 在台湾的历史教育基本上大家大概觉得很无趣 因为我们都是经过科举考试出身的人 因为念历史常常只是为了考试 所以背了一大堆知识 可是那些知识跟你生命如果没有什么关系的话 有时候你觉得那个知识就是进不来 来了以后背得住 可是没多久又忘掉了 因为跟生命没有关系 其实历史是跟生命 历史如果上到跟生命没关系 大概那个历史教育是失败了 历史基本上的确是在讲变迁 所以他这个地方讲说社会变迁基本上也没错 因为我们人类的学问 比如如果在哲学教室里头上来是一个永恒的道理 比如说人都会死 那个是哲学在探讨的问题 历史是在探讨变迁之中的各种因果关系 所以基本上就是一直在讲变迁 我们的环境一直在变迁 所以人的应对的行为也免不了有一些改变 那在这样一个50年或者100年的这个变化里头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一些社会风貌的改变 看到一些人行为的改变 所以我今天跟大家切磋的主题大概就是这个地方 那所谓大众传播跟台湾社会的变迁 因为讲到历史 历史中所谓的大众传播早期当然是讲报业 因为其他分化出来的这些多元媒体 是到了晚近才慢慢随着科技的发明 然后才发达起来 所以我们讲源头的时候 基本上还是从报纸那边开始 那我今天课程的就是六个单元嘛 早上三个单元 然后下午三个单元 大概就照这个样子 你们有地方看嘛 OK OK